哈囉大家好,我是子豐 隨著831大線講進 各隊針對洋將的布局有陸續開始有所動作 而在最後倒數幾天,就讓我們好好留下 各隊目前針對洋將的布局 與所留下來的洋將狀況 那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 要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並且開小鈴鐺 還要記得分享給更多人喔 如果想要回去內容 也歡迎點擊右上角觀看 隨著831的到來 其實除了是針對洋將的布局 對於各隊而言更是可能輕易反而動前身 因為後續不能再因為傷病或是任何原因 而找新洋將來替換 這也將會影響到接下來下半季爭冠 和吉偶賽拼搏的關鍵 而首先看到下半季爭冠 且有高機率打吉偶賽的中信兄弟 目前中信兄弟其實是在原本登錄的 洋將四個名額中包括艾斯特、克迪、德保拉和蒙登 世衛投手的狀況本集其實都很穩定 無論是次局數能力、控制十分能力 還是控球能力都有的聯盟平均至上的水準 而卻在影片製作這一天 艾斯特因為被韓子挖角而離開 讓本集原本不太可能註冊的夏魔力被註冊到了名額內 但7月早到的想起司 卻在俄軍角色非常具有壓制能力的表現 尤其是投球局數在俄軍 也已經慢慢拉長到了5局 足以升任顯白的任務 這樣今年在小聯盟賽A和摩西哥聯盟的投球局數 也沒有到很多 表現也都不差 本集離進入疲勞期 理論上也還很遙遠 對於中信兄弟下半季的輪子、神智季球賽 都是很有機會做出貢獻的投手 因此其實是有可能最後一刻在註銷項目裡 考慮註冊車的想起司喔 而原本的四位投手如果只敢唱面成績 那年紀已經大了的德鮑拉絕對是四位中表現最不出色 但那也只是四位相比喔 整體而言還是有聯盟平均而且很穩定的次局數能力 這樣在情感上也不是那麼輕易被割捨的一位投手 而從進階數據來看的話 被挖角的艾斯特的壓制能力基本上是無庸置疑 蒙登也同樣是有著很不錯的製造揮空能力 並且兩人對於自身的變化球製造Vcontact的能力也是很不錯的喔 也因此蒙登並不是這麼容易被淘汰的選項 而剛剛提到的德鮑拉雖然說帳面成績不出色 但不容易被打飛球且擅長制造滾地球的特性 也是她在壓制能力下降後依然可以維持不錯成績的關鍵 加上感情方面的因素讓中心兄弟隨意割捨掉 恐怕也不是這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而原本如果艾斯特沒有離開 最有可能被考慮註銷的 或許就落到了本季在異軍出在場次比較少的克迪身上 然而克迪算異軍的場次不多 但非常不容易被打出Light Drive的優勢 是她雖然製造揮空能力不出色 但卻能有穩定而且好表現的關鍵 將本季在二軍的成績並不輸給香吉士 因此我其實原本並不認為她會被真正的阻銷 而因為上市回歸後 在二軍然然表現不理想效魔力 個人猜測應該只是上去畢業旅行 然後就要交手給新同學像騎士了 而第二個在拼季後賽門票的球隊就是樂天桃園 但樂天對於洋將的布局卻是已經在八月中就打字底定 去年在下半季到來 更是在季後賽攪出好表現的微能力 本季繼續續留後表現依舊穩定而且讓人安心 雖然說在整體的壓制能力上 可能不如去年剛來時那樣的鬼神 但依舊是高水準的壓制能力 而魔神樂則是有著更為出色的帳面成績 本季如果搖出她的風險 就是比較容易哀哄一點的特性 是個小隱憂 至於找來肯特轉戰樂天 其實這位靠著製造大量滾地球出局的投手 目前倒是角色不錯的帳面成績 尤其是控制被對手上來這點更是掌握得很出色 而第四位投手就是樂天月中找來的威師傅 今年在3A打爆炸後被釋出 轉戰墨西哥聯盟投了8場先發 終歸終局的表現或許是可以稍微期待一下 但年紀已經不小的她 除了左投優勢以外 本季剩下多少的油也會是另外一個關鍵 從進階數據來看 就如我前面提到的 除了肯特以外 剩下兩位投手都是有著不錯的stuff 但肯特製造滾地球的能力 卻是三人中最為出色的一位 反而是飛球型的投手 陌生樂 被打最多飛球也自然有著最高的愛紅率 而毫無疑問下 下半季樂天將繼續移中這三位投手 至於選擇放棄把威師準備要註冊 還沒有在中直上過場的威師傅 除了是因為有三位穩定的陽降 另外一方面也是把威師 本季已經沒有過去兩年的壓制能力 不再是一個可以穩定且安心持久速的投手 而不得不痛下決心的決定 因此雖然說威師傅會成為第四位羊頭 段短時間內應該都會先帶在二軍試運和調整 作為待命的羊頭使用 下一隊看到已經沒有那麼重的戰機壓力 開始備戰基歐賽的統一師 統一的羊將毫無疑問就是繼續移中三位過去幾年的羊頭 除了今年回歸的聖騎士依然穩定而且讓人安心 穩健的布雷克和羅昂也然是統一在輪子中非常重要的羊將 因此在這三位先發上 基本上可以說是不會有任何被撼動的可能性 至於今年找到的菲瑞斯 則是牛棚非常穩定而且統一很信任的一位大將 將統一先發本土投手的人手重組情況下 留下一位牛棚投手 除了改善牛棚比較不足的問題 和兩位先發輪流搭配使用 絕對會是對於統一幫助更大的布局方式 至於凱莉士雖然說在二軍有不差的表現 但礙於統一四位羊頭都很穩定之下 實在是很難有她的一席之地而選擇了理隊 從進階數據來看 當打子娘森騎士 布雷克和佩瑞茲都依然有著很出色的stuff來輕鬆壓制打者 但盛常製造滾地球佩瑞茲卻有著小風險 拼高的被打出line draft比例將本身保送率也不算太及格 其實有時候會出現劇場的狀況 確實也是會讓人看得心驚驚 但無論如何 依舊是統一目前非常需要牛棚勝地組的戰力 對於統一在今年要爭冠絕對是非常大的助力 而若昂則是隨著年紀表現在慢慢下滑 已經不如過去幾年的頂尖身手 但哪怕是有點退化 卻依然是打著難以突破 而且擅長制造滾地球將控球出色的好戰力 對於統一而言絕對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洋將 只是過去幾年總是在下半季出現傷病問題 本季的投球局數也來到他終止生涯新高 年紀大的他會不會出現體力問題 就是另外一個需要觀察的地方囉 再來看到下半季爭冠 還有一時時希望的衛冕軍衛全龍 本季在布里漢宣布退休後 奪冠工程只剩下兩位洋頭 但鋼龍年初的傷勢似乎對他影響不小 也讓他本季開機比較晚 歸隊後表現也約不如過去幾年的亞製水準 這樣年紀也慢慢大了 確實是有可能出現被取消註冊的風險在 而另外一位去年的洋頭 伍多雖然表現也是有被年紀慢慢影響 但因為他有著觸發羅力條款的可能性 雖然說重視四位洋頭中表現最不出色的一位 在經驗和話題上雖然說有被取消註冊的可能性 但相較之下卻是比較小一點了 至於今年加入的艾普勒 除了延續去年再富邦的水準 今年獲得了更多一軍上場的機會 也是目前衛權最倚重的賢法洋將 因此他位置基本上沒有被撼動的可能性存在 而賢法和中繼都很好用的 瑞歐就更不用說了 其實沒有什麼被換掉的可能性 但日前衛權有傳出後考慮要找第五位洋將 來換掉四位其中一位 這可能性當然不可能是在二軍的育成洋將赫雷拉 而是傳聞是這位投手過去有過幾對的宗旨經驗 應該來了之後就會被馬上註冊登陸了喔 那到底要說是哪一位投手最可能被衛權捨棄的洋將呢? 其實從進階數據來看 要說壓制能力最不出色的還是物多莫屬 除了沒有什麼製造揮控能力 雖然說可能可以產生大量滾地球 但因為球速也不快 很容易被對手靠著力量拉出滾地穿越安打 也就是他被對手OPS Plus極高的關鍵 如果衛權想偷了他能創造的歷史話題 其實都已經被羅力完成 無論何時能完成的話都是第二位 話題性會想非常多 但他被取消註冊的可能性就會被擺在第一位 否則自然還是今年有傷勢 而且日前呢 仍然沒有恢復到百分百狀態的鋼龍 本季製造揮控能力已經不如過往以外 對手要掌握他的球 打出Nine Drive的可能性也高了許多 因此要期待他像去年一樣這麼好用 恐怕就些不切實際了 當然四位投手其實都不難發現了 衛權在羊頭的選擇上 都是鎖定製造滾地球能力出色為主 因此可以合理的猜測 新來的羊頭應該也會是這類型的投手 而剛好傳聞中的泰迪 除了有出色的製造揮控能力 恰好也符合擅長製造滾地球 且高達4成以上自比5成的水準喔 而逐漸脫離競爭行列的富邦漢將 則是在上個月已經決定 最後是為羊將的使用佈局 在決定傑哥不要後 富邦決定留用8月中簽下來的伴恩 但伴恩的表現真的會比傑哥好嗎? 這點是值得觀察下去的 至少以目前第一場來看 嚴重偏高的保存問題 以及容易被檔案打的特性 讓他的美局被傷害率其實很不理想 雖然說靠著出色的深圳能力可以解決危機 但長期來講是否能一直如此就是值得觀察的地方 反而是傑哥喔 本季無償先發 帳面成績不錯 而且刺激出能力穩定 是否真的有到非要被首期的程度 就蠻值得討論的喔 而留下來的羅哥當然沒想好爭議的喔 本季富邦最強的養將 現任階段也是富邦非常易走的一位輪值 至於另外兩位 除了弗蘭格考量到他牛捧的任務 對於富邦目前來講很難完全取代 以及他過往還有不差的成績在 蘭莉到底是不是真的更穩 也同樣是只要討論的一題 雖然說他愛紅數比較少 但保存和帳面成績卻並不一定有解割好喔 緊結數據來看 或許就可以知道富邦捨棄的關鍵 班恩的製造揮空能力是第一場先發 其實蠻明顯的喔 是有出色三陣功力 但同樣的偏高的被打RF比0也是風險 往後是中指達者適應他 還是他適應中指環境 也將會是關注焦點 而富蘭格就沒有什麼好討論的喔 先前才剛聊過 三張製造滾地球的羅哥 則是除了製造滾地球 也有著不差的製造揮空能力 這也是他壓制對手的關鍵所在 至於藍莉喔 贏過傑哥的地方 除了製造揮空能力 還有就是他的球速再快一點點 以及讓對手更容易打出長打 不然傑哥其實製造滾地球的能力 限制對手打出Live Drive 其實都不比藍莉差 可惜喔 他愛紅問題確實比較嚴重 最後同樣已經決定好 最終楊將名額的 新同學台綱 因為必須要在四陽頭 和一陽大的緣故 所以加上魔音也沒有什麼好爭論喔 所以答者毫無疑問 就是魔音 在投手方面 哈馬星和轉隊而來的後勁 其實都在台綱角出很穩定 而且具有壓制能力的內容 本季除了留下來繼續協助輪職任務 基本上沒有任何意外 反而是剩下兩位投手的位置 除了因為傷勢離隊的投手 就是在牛棚 總是訓練大家心臟和膀胱強度的雷攻 而被選擇放棄了 只是新來的鳥松 目前的帳面成績並不是太讓人滿意 而吉田因為才剛來 也才剛加入牛棚 後續狀況還有待觀察下去 緊接數據來看 後勁本集在台綱找回了自己製造揮空能力 和限制對手打存Line Drive能力 與製造滾地球本身就很出色的能力 也是他可以重回先發 依舊有好成績的關鍵 而同樣也擅長製造滾地球的哈馬星 還有著左頭優勢 本集也同樣是讓對手吃足了苦頭 至於鳥松 目前來看並沒有太出色stuff 也不擅長製造滾地球 偏高的被拉出飛球比例 也是讓他難以靠著stuff 限制對手飛行距離 就是他容易矮紅的問題 後續要能有好的投球表現 其實比較難以期待 至於集田 目前的短短一局內容中 是有不錯的製造揮空和滾地球表現 但太小樣本了 後續還有待觀察才能確定 而打者的部分因為有出色打擊爆發力 而會全力揮擊的魔音 本身揮空力雖然高 但因為打擊羊角也高 所以打到球也不太會出現滾地球 更還要擔心被他用力量送出牆外 各隊在羊將佈局 基本上都已經大致底定 除了衛權龍杏 總姓兄弟 還有可能出現變動以外 剩下四隊都已經決定最終名單了 然而這些羊將各自都會是影響 各隊在接下來爭冠的關鍵人物 因此他們的留下也將會值得關注 他們到底有沒有足夠價值的焦點 不知道你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留言討論哦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中之羊將八三一大線 祝福各位支持的球隊都能一直依求 另外記得訂閱分享加開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影片哦 我是紫楓 我們下次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也請記得訂閱按讚加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第一時間的最新資訊哦